女人突然头晕摔倒在马路中间 可接电话的卡车司机根本没有看到她 就在即将撞飞女人的这一刻 时间静止了 女人看向一动不动的人群 再看向停在空中的水珠 才发现除了自己世界万物都停止了运动 这时正对面的男人一步步朝她走来 男人伸出手就要带她离开 她感觉这一刻眼前的男人真是帅呆了 不一会儿时间恢复了正常 周边的事物全部朝他们的反方向倒退而去 女人名为小景是一名网络小说编辑 就在刚刚她被确诊脑癌时日无多 而就她的男人则是神界的灭亡神 她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动作 甚至每一个呼吸都会造成灭亡 她掌管着人间一切的生存与毁灭 路上小景想松开被拉着的手 男人却说别松开否则你现在就会死 就这样小景一脸猛逼的被拉到咖啡店 灭亡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灭亡神这么荒谬的事情任谁听了都不会相信 灭亡看出小景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自己 决定用自己的神力征服眼前的女人 随后眼睛一闭一睁 咖啡店的灯光全部熄灭 就连正在搅拌的咖啡机也停止了工作 随后一脸自信的看向眼前的女人 灭亡一脸无语的看向窗外 这是一颗颗流星从城市的上空划过 小景看着空中的流星瞬间愣住 急忙让男人收了神通 灭亡看着小景笑了笑说我不是电弓吗 不一会儿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这时男人眼神一冷 他感应到附近有人要自杀 站起身要走时却发现女人还紧抓着自己的手 就在小景尴尬的瞬间 灭亡用右手握住她的胳膊 松开是凭空多了一条红绳 并告诉小景有困难事可以扯掉这条绳子 随后潇洒地推门离去 小景站起来大叫你好歹留个电话再走啊 晚上小景买好蛋糕做了一桌子菜 今天是爸爸妈妈的机日 小姨跟她视频电话 并说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一定要吃蛋糕庆祝 小景没有告诉她自己已经得了脑癌 随后小景拿着奶酒走出天台 对着月空感叹她这悲惨的人生 因为只有24岁的她刚被确诊脑癌 下午就又发现男友原来是个有家庭的渣男 这时天空中流星划过 小景对着流星许愿 与此同时灭亡正喝着茶 听着这批人类的愿望 听到小景的许愿 于是她决定去满足小景的愿望 这时小景正醉醺醺醺地倒在桌子下面 听到敲门声她去开门 可在猫眼里却看到了富士山下的列车 她不相信地揉揉眼睛 小心翼翼地在看时 门外却变成了意大利的城堡 小景感觉一定是自己喝多了 她谨慎地打开门 女人正对着流星许愿 但她的愿望却是毁灭世界 因为她刚满24岁就被确诊了脑癌晚期 于是女人对着流星大喊灭亡把世界来发泄 然而这个愿望却被人间管理者灭亡神医自不辣地听到 这让正在聆听人类愿望的灭亡顿时来了兴趣 因为她早已听腻了类似想中500万的请求 并且经历了千百年的孤独后 她也对灭亡世界产生了兴趣 随后起身来到刚才许愿的女人家 小景打开门一脸猛逼问她要干啥 可男人并不理睬她 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并说你家怎么这么小 然后毫不客气地坐上沙发 并招呼小景随便坐别客气 小景瞪大一双眼睛说 小景测过身子就要拨打报警电话 可下一秒手机却关机了 随后灭亡说你别白费力气了 说出你刚才许下的愿望一切就都结束了 小景回忆起刚刚许愿的一目一脸惊恐 并说你原来是个跟踪狂 说着就朝门外跑去 可门却自动关上 小景只能壮着胆子问你到底想要什么 灭亡却说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莫及 你不是马上要死了吗 随后用手中的叉子指向墙上的日历 这时八月的二号凭空被画上了红圈 并说正好一百天之后你就会死 小景看着眼前隔空画圈圈诅咒自己的男人 随后男人放下叉子说也对 这种情况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接受 说着站起身朝门外走去 并说一会儿再见 男人走后小景瘫坐在地 他心想医生也没说过癌症有这么严重的幻觉 随后一脸猛逼的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可下一秒 小景听了整个人简直要裂开 灭亡告诉他准确地说是我闯进了你的梦里 听到这是在梦里 小景胆子顿时大了起来 小景却说你刚刚在我家不也很客气吗 而且你能不能不要老说禁语 灭亡却说是你先说禁语的呀 说着一步步走向小景 虽然是在梦里 但小景还是怂了 有头朝门外跑去 边跑边说你家玄关在哪里我想看看 可当他刚打开门 看着门外的万丈深渊小景狠狠咽了一口唾沫 这时灭亡走了过来说看来你不喜欢这个场所 随后伸手打了个响指 我的妈呀这也太牛了 两人在一秒钟就到了夏威夷的海边 灭亡说别客气就当是还你刚刚的蛋糕钱了 并说现在你和我已经签订了契约 你是假方而我是一方 可小景却好奇地问你为什么偏偏找上我 灭亡告诉他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流星落下 浅许下了这种愿望 而这个愿望刚好被我接单了 小景听得一脸猛逼 心想玄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 这时空中响起了手机铃声 灭亡说你该起床了 随后伸手再次打了一个响指 小景从睡梦中醒来 原来是手机闹钟响了 他关掉闹铃自言自语说原来只是一场梦 可当他低头却看到地上43码的脚印 这个正在拍照的女人身患癌症 今天他来拍自己的遗像 然后让照相师把自己的下巴修得瘦一点 可照相师却表示修完就不是你本人的脸了 并说拍证件照本来就是为了证明你的身份 女人只能无奈地说这并不是证件照 随后只向旁边摆着的老人一向说 我要做成那种黑白底框的尺寸 照相师听了秒懂 立刻表示那我帮你把眼睛也放大一点吧 晚上小景抱着自己的遗像走在回家的路上 旁边的男人一直在逗他开心 可小景却懒得搭理他 随后男人说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类 怎么都这么在意这些死后看不到的相片 女人却说相片并不是给自己看的 而是要留给亲人寄托思念 这个男人他是没有感情的死神灭亡 因小景在流星下许愿 所以被迫跟他签订了灵魂契约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眼前快死的女人竟让他产生了怜悯之心 随后他伸出手让小景握住 并说在你死之前每天找我充电一次 因为只要注入神力他就不会因癌症而疼痛 灭亡把小景送回家便转头朝远处走去 这是一个喝得烂醉的男人从小景家出来 就要抱着小景大喊大叫 灭亡回过头饶有兴趣地看着小景 原来这个男人是小景的前男友 可他有了老婆孩子还在欺骗小景的感情 慌乱中小景把一向吊在地上被男人一脚踩了 看到这里灭亡顿时眼神冰冷 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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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这时小景弟弟回来 见有人欺负姐姐超气扁单就朝着男人冲去 小景想阻止却已经来不及 随后小景蹲下收拾玻璃 可又被玻璃划破手指 他气愤地扔掉玻璃感叹自己悲哀的人生 这时灭亡拿过小景的手指轻轻一抹 伤口竟然快速愈合 随后灭亡站起身朝远处走去 这时身后的小景大喊一声 灭亡听到转过头看着她 这个女人身患癌症 可她对着流星发泄时却被死神灭亡听到 于是跟她签订了灵魂契约要帮她完成愿望 这天小景决定跟死神住在一起 灭亡听了差点把嘴里的烟掉在地上 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可小景回家洗了把脸后瞬间清醒过来 心想自己一个女生怎么能说出那么丢人的话 于是她准备跟灭亡说清楚 可当她打开卫生间的门瞬间愣在原地 自己的迷你客厅居然变成了500方的大平层 小景一脸猛逼地说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 可回头再看看是自己家的门没错呀 这时灭亡却回过头说 就算同居我也实在住不惯你家那么小的房子 并说我似乎听到你说你后悔了 小景看着眼前的大平层瞬间改口 随后小景坐在了买不起的大沙发上 并说在一起住绝不可以有非分之想 说着跳起来就问自己睡哪里 可灭亡却说我是伟大的神 不需要吃饭也从来不睡觉 所以你自己随便找地方睡吧 可小景看到这么多房间并不相信 她冲过去打开一间却看到坐在客厅的灭亡 又去看第二间 结果也是一样 小景彻底无语 这时门外响起弟弟的叫声 很明显弟弟要回来查房 可小景怎么可能让弟弟看到房子里的情况 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弟弟就冲进房间 拿着拖还就挨个屋子找人 好在屋子里已经恢复了原样 可当他打开卧室门两人瞬间愣在原地 弟弟感叹到藏得可真好啊 居然就藏在床上 随后弟弟决定用男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并说男人只有喝了酒才知道几斤几两 可是下一秒 随后站起身就要走 小景让他这么晚了就别回家了 可弟弟却说 第二天小景在笔记本写下他们的灵魂合约 内容是自己死之前的一百天内 许下灭亡世界的愿望 如果毁约就让自己最爱的人死亡 可小景突然意识到 这个愿望似乎不管怎么样最爱的人都会死 于是他决定偷偷爱上灭亡 灭亡总不能杀了他自己吧 晚上小景下班等公交 这是一个女孩坐在他旁边问路 小景耐心地给他指路 可是他却不知道 眼前的女孩原来就是创造灭亡的母神 因察觉到灭亡动了感情 所以刻意来找他试探 说着就朝小景手上的红绳抓去 这时灭亡及时赶到 他怕母神伤害小景急忙带着他离开 母神却只是笑着看了看 他们并没有说什么 晚上灭亡来找母神 他说他自己会处理好跟小景之间的事情 可母神却说你如果动了感情就必须毁约 灭亡坚定地说不用你操心 我的内心绝不会有任何感情 随后回到家 小景跟灭亡抱怨找不到钥匙 可灭亡却说今天你发病时我不会给你充电 小景一脸猛逼 这时小景果然发病头云耳鸣摔倒在地 他颤抖地伸出手想让灭亡充电 可灭亡却眼神冰冷地说 这是你要许的愿望吗 小景却抬起头怨恨地看着他 最终灭亡还是心软了 他把手搭在小景手上才缓解了疼痛 随后站起身说我并不是人类 不会哭不会吃也不会睡觉 更没有怜悯之心和爱 所以你的一切与我无关 小景站起身说这就是所谓的神吗 随后竟直接冲上天台 这个歹徒拿着匕首刺向门口的两人 女人及时转身挡在男人身前 幸好男人徒手接住匕首 男人轻轻地把女人的头按在自己的怀疑 然后愤怒地瞪着眼前的将死之人 被瞪的歹徒竟连连倒退 可歹徒推开警卫还要冲上来补刀 殊不知眼前的男人是掌控生死的灭亡神 这时歹徒的手竟不受控制地向脖子划去 随后女人着急地看向灭亡的手 灭亡的伤口竟然早已愈合 可灭亡却甩开她的手 则骂她为什么多管闲事 我乃天神本来不会受伤 之所以让她刺破皮肤 就是为了让你长个教训 多管闲事是会死人的你知道吗 这时小景弟弟从医院出来抱着小景嚎啕大哭 原来在医院治伤的弟弟碰到了小景的主治医师 医生告诉他姐姐已经癌症晚期活不过三个月 随后三人开车回家 弟弟在车上哭得伤心欲绝 晚上小景看着电视里报道今天男人的自杀事件 竟然没有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信息 原来是灭亡消除了事发所有人的记忆 小景不禁感叹眼前的男人还真是厉害 第二天他们来超市买菜 小景问他叫什么名字 灭亡却说人类才需要名字这种东西 可小景执意要给他起名 灭亡觉得他可能有点毛病转头就要离开 这时小景抓住灭亡的胳膊 纹丝不动的空气刘海都在纳闷着都不清 第二天小景上班遭到领导痛骂 因为他的下属搞错了小说的发行顺序 于是小景准备请坐着吃饭气球原谅 可刚进饭店小景瞬间愣在原地 随后小景给作者点了他最喜欢吃的炒年糕 然后不停地献殷勤祈求原谅 可当他给作者加菜时 灭亡的眼神多少带点绿 可作者依旧在挑毛病说菜里怎么没有香肠 转过头说老板家十分长 小景见场面极度尴尬连忙说我给您出去买 随后灭亡坐在男人对面死死盯着他 然后愤怒地说你小小年纪怎能如此无理 可男人却说 随后站起身摔回凳子就走出门 这可把灭亡整不会了 心想这小东西怎么比我还狂 这时小景回来又猛逼了 然后急忙问作者去了哪里 小景看着灭亡无辜的眼神简直彻底疯掉 随后小景在路上不停地给作者道歉 这时灭亡却说你向我许愿要钱吧 我可以帮你实现 并说这样你就不用上班了 可小景却说他不想把愿望浪费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这时灭亡用手挡住他的眼睛 放下石镜再次来到夏威夷的海边 随后灭亡静地看着他 小景蹲在海边说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然后灭亡突然低头把脸贴到小景面前 这个眼上有类质的男人他是来自天上的神 可他却爱上了只能活三个月的癌症女孩 这天小景带弟弟来医院检查身体 因为他怕自己的癌症家族遗传给弟弟 可医生却说你现在更应该好好照顾你自己 然后递给小景一盒可以缓解疼痛的药片 并说不管能活一年还是一个月 我都会对你负责到底 所以你自己也绝对不可以放弃治疗 这时灭亡捧着鲜花来看他们 医生看到灭亡连忙说你二弟长得真可爱 接着用手宠密地掐了掐灭亡的脸蛋 可他不知道眼前的男人就是存在于人间的天神 原来灭亡在每个人的眼中都是不同的形象 可还没等小景解释 感觉说错话的医生便连忙改口 这是小景的弟弟出来 医生听到这一家的辈分也是一脸猛逼 随后弟弟开心地要跟两人一起拍照片留念 可当小景看到照片里的灭亡瞬间愣在原地 好家伙你这是换了个头吗 回家路上小景反复看着照片里陌生的男人 忍不住问他你在我眼中也是不同的样子吧 可灭亡却立马否认并说只有你才能看到真正的我 晚上灭亡带着小景坐在山坡谈心 他让小景许一个爱上自己的愿望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灵魂契约才会失效 他就可以因为约而代替小景去死 可小景却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并不只是那个冷冰冰的灭亡神 所以虽然我很想活下来 但我根本没有信心杀了你还能幸福地活着 回到家小景抱着被子说今后不再同居 因为他害怕再不保持距离真的会爱上灭亡 可这时灭亡突然抓住他的胳膊 小景看着撒娇变傲娇的灭亡没有一点办法 于是两人还是睡在了一起 不服气的小景嘴里还不停地嘟闹 我只是担心我的客厅被你变走 可灭亡却说 第二天上班小景先冲了一杯美式咖啡 虽然自己已经决定不能爱上灭亡 但昨晚听到灭亡的表白他还是一宿没睡 这时同事小美热情地帮他介绍了相亲对象 还没等小景拒绝就被他拉到了约会地点 可当相亲男从门外走进来时 小景却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原来是灭亡又在装别人的男朋友 小景看到这一幕虽然有点猛 但也不甘示弱 随后相亲男问小景要不要一起看电影 小景害羞地点点头说要 灭亡放下手中的苹果醋转头一蹬 小美直接晕了过去 这时相亲男说小美怎么喝这么多酒 随后灭亡再次让小景许愿爱上自己 这次他没有给小景反应的机会 直接伸手摸着小景的头发然后 好吧还是没有亲 只是互相吸了一口气 小景气愤地推开灭亡直接跑开 第二天小景根本没心思工作 趴在桌子上满脑子都是昨天吸气的一幕 这时组长过来说你在上班摸鱼吗 小景问他如果只剩三个月你会有什么愿望 组长却说一定要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坐在回家的公交上小景回想着组长的话 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 小景保护着自己的空气刘海下车 却迎面撞上了一米九的灭亡 突然灭亡拉起小景的手朝回家的方向跑去 小景摸着空气刘海瞬间气炸 可灭亡却说你看 以后就算没有伞你也没有问题 只要临着雨跑回家就好了 这时小景似乎明白了什么 连忙说我想到我的愿望了 我的愿望是要让你爱上我 这样虽然我还会死 但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 灭亡叹了一口气再也绷不住 这是远方的母神看着花盆里发出的萌芽 她知道灭亡已经产生了胆情 分开后灭亡看着眼前深爱的女人 然后不舍得后退了半步 小景想跟上前抱住她 但眼前却空无一人 存在千年的灭亡神就这样消失了 这是女人第一次和男友接吻 可下一秒眼前的男友却凭空消失 女人只能冒着雨先跑回家盼望能找到她 可屋子里却什么都没有 就连本来通的大别墅的客厅也变成了冰冷的墙 而男人却早已被拉到另一个空间的天台 当她抬头看到楼顶的广告竟然回到了三年前 在这里她看到了曾经赶公交的小景 可一个女孩却告诉她这里的小景根本看不到她 原来这个女孩就是创造灭亡的母神 因觉察到灭亡动了感情 所以把她拉回了平行时空 并告诉灭亡小景曾经遭遇的一切不幸都与她有关 公交报胎 面试迟到 甚至幼年时的父母双亡 都是你这个存在于世间的灭亡神造成的 灭亡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对小景的伤害 随着灭亡大喊一声幻境破灭 回到现实世界灭亡狠狠攥着拳头 这是她第一次违背母神的意志 可母神却说当小景知道这一切你觉得她还会爱你吗 灭亡也被母神的一句话点醒 另一边小景正失魂落魄地等地铁 她看着灭亡送给她的红绳心想自己可能这辈子就是一个不幸的存在 可当小景在抬头时瞬间愣在原地 灭亡就站在地铁对面 小景再也忍不住拼尽全力朝灭亡跑去 可这时她的脑癌突然发作视线变得模糊 小景强忍着疼痛还在向前爬 因为此时的疼已经不重要只有灭亡才是她的全部 可是癌症发作普通人怎么可能扛得过去 小景爬不了两步就要摔倒在地 就在这时灭亡出现了 此时的小景想哭却根本哭不出来 小景本想质问灭亡的不辞而别发泄心中的委屈 可灭亡却说今后不要在一起了 并说我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 小景听了赶忙说就算不在一起 我也要知道你家的大门在啊 而不是每次都打个响只把我变来变去 于是灭亡带她来到了自己的大别墅 可刚当小景要进屋时 灭亡却告诉她 小景刚要上前解释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变回了公寓 第二天公司聚餐时领导调侃小景 说她嫁不出去 可这次只剩下一个月 寿命的小景并没有惯着她 说完小景直接离开 只留下了一脸猛逼的重人 然后跑到曾经出车祸的马路边 因为她每次不赶过马路时 灭亡都会牵起她的手 可这次灭亡并没有出现 然后她回到自己家的天台 好吧还是没有来 小景抱怨真是个狠毒的家伙 然后就在客厅睡着了 这时灭亡悄悄走了进来 她握着小景的手给她充电 然后看着小景再不舍地离开 当小景醒来看到自己 头下垫着的枕头 她知道灭亡已经来过了 可她却不愿意再成为灭亡的累赘 然后用力扯断了手上的红绳 可是没有红绳的加持 小景根本扛不住癌症的疼痛 弟弟看着癌症的姐姐 止不住地流眼泪 小景回想着与灭亡发生的 每一个瞬间 然后闭上了眼睛 一天后小景缓缓睁开眼睛 她环顾四周 发现灭亡还是没有来 然后走出走廊散心 然而就在这时那个男人 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个正吃烤肉的女人 被确诊了癌症 可她并不准备告诉自己的家人 因为从小父母双亡的 她不想让家人再因为自己难过 这天全家人在天台聚会 小姨把一口生菜喂进她的嘴里 她是多么享受这一刻简单的温暖 可小姨找啤酒时 却无意间发现了 立在电视柜旁的照片 小姨拿起黑白底框的照片 瞬间愣在原地 原来这是侄女偷偷给自己拍的一项 小姨摊坐在地上 不敢相信的嘴角抽搐 小景见小姨这么久没有出来 于是进房间帮忙 可她却看到了小姨 正抱着自己的一项嚎啕大哭 小景转过头 强行忍住就要流下来的眼泪 她不愿意面对这一切转头走了出去 这时小姨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笑着拿着啤酒走出来 并热情地招呼大家吃饭 可旁边的男友却早已经看出了一切 因为男友是掌管人间生存与毁灭的灭亡神 意外与小景签订了灵魂契约并爱上了她 但她却无法违背天道救活她 吃完饭她送男友回家 男友不想再浪费剩下的时间 于是对她说出了那三个字 小景是多么想接受却又不敢接受 只能转头跑回了家 深夜小景收拾好行李准备偷偷离开 看着熟睡的小姨和弟弟虽然不舍 但她还是下定决心要独自面对死亡 可男友灭亡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 灭亡告诉她你每做一个动作 我就能知道你的心情 可小景却说 灭亡想牵起小景的手却被掰开 然后一个人独自离开 她来到一个海边的小镇住了下来 看着从小到大的相册 仿佛小时候跟弟弟玩耍的样子出现在眼前 路过学校又仿佛看到跟闺蜜翻墙吃饭的狼狈样子 然后她走到网吧门口 曾经自己狠狠揪着弟弟的耳朵把她拽出来 又在街边探探到小姨让自己随便买买买的场景 然后一个人坐在海边 这时身后响起了男友灭亡的声音 小景气愤地说分手就不能见面了你不知道吗 可灭亡却说我已经观察了你的一生 从小到大你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我已经爱上你并且一定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即使要死也把你心里憋着的不开心都说给我听好吗 小景听了男友的话再也绷不住 灭亡却抱着小景说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 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就陪你一起去死 第二天两人坐在小镇的海边一起吃下午茶 灭亡耐心地听小景讲他小时候的去世 然后手牵手来到海边 灭亡欣慰地看着终于敞开心扉的小景 这时小景接到老板的电话让他现在回公司 并凶狠地说如果再不来就立刻起诉他 灭亡听到说 可小景却说这次要自己面对 来到公司老板愤怒地跟他说 同事纷纷投来害怕的目光 可当小景关上办公室的门 这个每天被老板欺负的女人患上了癌症 今天老板再次找察面色 阴狠地让他进办公室 可得了癌症的女人今天根本不怕 同事们也纷纷投来害怕的目光 当女人关上办公室的门转过头时 老板气势汹汹地向他走来 小景被这一幕吓到雨无伦次 原来一直被欺负的小景因为癌症辞职后 竟有一大批同事打抱不平一起离开公司 这让老板的公司根本开不下去 于是老板跪求小景说服他们回来 善良的小景看平日恶毒的老板 突然低声下气便同意帮他 随后他来找到同事车组长 说出老板的请求 可车组长却说你为什么还要帮着他说话 原来老板公司的一整栋楼都是车组长家的 他来这里上班只是离家近打发时间而已 但他实在受不了老板每天虚假的罪恋 于是决定自己开公司 并让小景好好治病 然后聘请他来做公司的高管 晚上小景接到了姨妈住院的电话 她急忙跑到医院看自己唯一的情愿 原来姨妈因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着急到兰尾炎发作 这时姨妈想逼着小景立刻回医院治疗 可小景却无奈地说我的病就算回医院也只能死啊 姨妈听了再也忍不住的痛苦哀嚎 小景只能独自来走廊散心 因为她知道自己活下去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深爱自己的灭亡神替自己去死 这是一个女孩一步步朝她走来并说我可以帮你 原来女孩是被神明寄生的身体 女孩告诉小景可以帮她和身边的人消除记忆 这样就不会再产生最爱的人死去的合约内容 而你也可以按照你原有的生命轨迹慢慢死去 小景为了保护深爱自己的灭亡还是同意了 可在外面等着的灭亡却并不知道这一切 第二天时间重置 灭亡再次变成了冷血无情的灭亡神 而小景也失去了一切记忆重新接受治疗 这时他们面对面走了过来 可记忆消除的两人根本认不出来彼此 这时灭亡转过头却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 晚上灭亡在医院惩戒一个无情的恶人 因为这个男人为了骗取保险 竟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时灭亡一步步走了过来 面色冰冷地诉说着他犯下的罪状 可男人却根本不鸟他 并说建议你随个礼金赶紧滚 随后转头就要离开 可被灭亡盯上的猎物怎么可能逃掉 男人一拳一拐地逃命 身后的灭亡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跟着 路过的车子纷纷亮起双闪 可当男人一回头却什么都没有 男人被吓得瘫倒在地 灭亡微笑着掐着男人的脖子 就要结束这次的灭了吗病单 可这时灭亡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 回头竟看见了白天碰到的女人 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女人看到这个场面也是缓缓低下了头 这个男人他是来自天上的神 今天他接到订单要干掉这个杀人犯 男人优雅地追赶疯狂逃命的犯人 所过之处的汽车全部亮起双闪 可当杀人犯转头身后的男人竟消失不见 灭亡微笑着狠狠掐住他的脖子 准备结束这次的灭了吗订单 可转头却看到一个女人直勾勾盯着自己 杀人犯也趁机逃跑 女人意识到自己的出现不太合适 于是藏到车底 她本来是来医院治疗癌症的 可没想到第一天就遇上了这种恐怖事件 灭亡本想杀了这个女人解决后患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女人竟主动给她递上了咖啡 然后用手戳了戳她并天真的说 你应该不是鬼吧 灭亡一脸震惊这个女人居然能看到她 随后她看出女人身患绝症已经活不过一个月 于是懒得杀她去追杀人犯 可她却不知道眼前的女人原来就是自己的女朋友 她为了救活自己才清除了两人的一切记忆 另一边杀人犯正开车逃命 可开到半路径越来越困忍不住睡着了 等她睁开眼睛已经躺在了棺材里 这时棺材缓缓打开 灭亡走过来宣判了她的罪行 原来男人为了骗取保险金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完成灭了门订单后灭亡准备打道回复 可在电梯里竟再次碰上了之前的女人 灭亡笑着说你马上就会癌症发作疼痛不已 女人一脸猛逼觉得她可能是个傻子 可片刻后女人果然感受到了钻心的疼痛 她本能地抬手让灭亡救救自己 可灭亡却说 但最后她还是握住了女人的手 灭亡输入神力后女人竟真的慢慢好转不再疼痛 当灭亡回到家摸向自己的脸 竟发现身为无情的灭亡神居然流下了眼泪 而另一边的女人也无故伤心落泪 灭亡意识到这个能看到自己的女人一定和自己有深深的联系 第二天女人准备接受化疗 可医生却说在头发掉光之前自己剃成光头会好受一点 回到病房姨妈心疼地安慰她 等治好了病头发会很快养长的 然后出门给她买帽子 可走到一半却根本忍不住悲痛的心情蹲在地上痛哭起来 最终身患癌症的女人怀着不舍的心情走进了理发店 这个正在做头发的女人身患癌症 今天她要化疗所以来理发店剃光头 可她却告诉理发师要做明星的头发 因为她想死之前做一次从来不敢尝试的发型 然后指向海报里女明星的大波浪 理发师熟练的手法下大波浪很快完成 然后理发师说太好看了想拍照做店里的宣传 可女人却说现在请给我剃成光头吧 并说非常抱歉 今天其实是我最后一次做头发 理发师看到女人的病号服似乎猜到了什么 连忙说其实是你的人长得好看 并不是因为发型才漂亮 再三确认后 理发师拿起剪刀对准了女人的长发 可这时女人的鼻子却渗出了鼻血 站起来女人马上就要晕倒 幸好男朋友及时出现才抱住她 回到医院女人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的男朋友在自己的葬礼上悲痛地哭 她就在身边男朋友却看不到她 然后男朋友把她拉回了自己的家里 并告诉她我再次进入了你的梦里 原来男朋友其实是神 英女人在流星下许下奇怪的愿望被她听到 让孤独了很多年的神慢慢爱上了她 可虽贵为神却也无法违背自然法则救活她 于是决定牺牲自己的神命让女人活下去 随后女人跟男朋友来到门外 可眼前却是一片灰色的死寂空间 因为这里是灭亡神的潜意识不会有生命存在 然后灭亡深情的亲吻女友 曾经的回忆在身后一幕幕闪过 片刻后整个灰色空间的生命竟然缓缓复苏 斑斓的彩色逐渐占据了原本死寂的空间 也许这就是两个相爱之人的互相救赎 第二天灭亡手捧玫瑰花向小景求婚 然后他们像正常人一样逛超市 做饭 吃饭 一起看着电视吃零食 然后手牵手躺在床上凝麻花 时光飞逝 一个月很快过去 这天早上小景看着阳光洒在灭亡的身上 觉得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 因为她明天就要死了 她给自己的姨母写信请求原谅自己的提前离开 给弟弟写信嘱咐她要快快长大 又送给作者闺蜜一只昂贵的钢笔纪念曾经的相遇 然后来到爸爸妈妈的骨灰盒前 可她却不知道男友灭亡早已经决定替她去死 晚上灭亡却对她说我虽然做了千百年的神 但能遇见你才是我最大的福气 然后用手挡住小景的眼睛 放手时他们进来到了空无一人的城市 原来这里才是真正的灭亡世界 灭亡带她在自己世界里的餐厅聊天 在教堂虔诚地祈祷 随后在大桥上灭亡说我的世界里只有你一个人 也只会有你一个人 然后再次深情地拥吻在一起 回到现实世界小景说自己好害怕 可灭亡却说我会带走你所有的悲伤和痛苦 我是为你而存在的所以你不要哭 你要幸福地活着 你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吗 以后下雨天就算没有伞也没有关系 只要跑快一点马上就可以到家了 所以就算我消失你也要努力向前奔跑 不要回头 然后轻轻抚摸着深爱的女人 可她的身体却渐渐地透明消散在了空气中 小景蹲在地上哭泣 她怎么可能接受深爱男友的灰飞烟灭 第二天医生看着小景的检查 结果瞬间愣在原地 这是她从一二十年来从没遇到过的情况 癌症晚期的小景竟然一夜之间痊愈 这个身患癌症的女孩只是睡了一觉 竟发现体内的癌细胞全部消失 主治医师吃惊到原地爆炸直呼医学奇迹 然后激动地询问女孩是不是吃了什么中药 可女孩却只是无奈地笑了笑 因为就在昨天自己的男朋友用她的命换了自己的命 而男朋友也就这样永远消散在空气中 所以虽然能活下去 但她根本高兴不起来 晚上回家经过曾经发生车祸的路口 她本能地害怕 因为曾经每次路过时 男友都会牵着手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而现在只剩自己的她只能克服恐惧 这时一只手出现紧紧抓住了她 小景转过头瞬间瞪大眼睛 看到是弟弟失望的小景直接一个反行拿 然后朝远处走去 弟弟见姐姐生气跟上来连忙逗姐姐开心 回到家满血复活的小景陪姨母和弟弟吃团圆饭 当姨母问她男朋友去了哪里时 她只是低头说去了很远的地方 然后她来到男朋友生前住的大房子 房间里一切都还和曾经一样 但却已经物是人非 躺在男友的床上回忆着曾经的甜蜜 然后看了看跟灭亡的合照转头离开 回到家的小景瞬间愣在原地 你会去哪里 灭亡就这样坐在她的对面 她冲上去抱住灭亡 你个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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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梦啊 我个梦啊 我个梦啊 可已经灰飞烟灭的灭亡怎么可能真的出现 随着一阵闹铃的响声 小景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只是一场梦 起身后只留下枕头上的一滩眼泪 然后小景开始了她的独居生活 一个人扫地 一个人做饭 一个人扔垃圾 她换掉灭亡求婚时送给她已经枯萎了的玫瑰 然后对着新的一只玫瑰喃喃自语 仿佛在跟灭亡谈心解闷 时光荏苒 小景渐渐地坚强起来面对生活 她找到同事一起创业拼命工作 饿了就吃快餐 困了就喝咖啡 越来越从容地穿过曾经不敢走的马路 然后她把与灭亡的故事写成 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小说 每进步一点她都会给灭亡发短信分享喜悦 即使她看不到 晚上小景坐在公交站看着来往的人群发呆 她多么希望自己的灭亡能出现在他们中间 但这又怎么可能呢 然后一个人孤独地登上回家的公交 看到外面吓起了犀利的小雨 小景回忆灭亡曾说没有伞也要跑着回家 可这时前方车祸司机突然急刹车 一只手及时出现抓住她 这个得了癌症的女孩来照相馆拍一项照 可年少的女孩怎么能接受这么早死去 她大胆地对着流星抱怨上天不公许愿世界灭亡 可她不知道流星下许愿真的会被神听到 因毁灭而存在的灭亡神立马开心地来到女孩家 约定剩下的一百天可以让她随心所欲的生活 条件是死之前再次正式地许愿世界灭亡 因为灭亡孤独了千年早就想毁了这个世界 随后灭亡把自己的别墅跟女孩的公寓连在一起 让女孩住上了想都不敢想的大房子 然后替她赶走了脚踏两只船的渣男友 又带着女孩眨眼间来到夏威夷看海 把门外的世界变成童话故事的移动城堡 又陪她一起逛超市买菜 并让女孩帮她取了人类的名字 时光飞逝 两个月很快过去 这时灭亡发现自己的脑海里竟出现了从没有过的人词之心 她明白自己已经渐渐爱上了这个人类女孩 可是神怎么能和人谈恋爱呢 于是被母神消除了有关两人的一切记忆 本以为能重新开始 可命运却让他们在地铁站再次相遇 亲吻时两人曾经的回忆一幕幕浮现在身后 这时灭亡才明白爱情一旦出现根本无法消失 可此时女孩只剩下了一天的寿命 于是她决定牺牲自己换取女孩健康地活下去 女孩就这样看着她渐渐地消散在空气中 再次来医院检查时晚期的癌症竟然真的康复 女孩不想辜负灭亡的付出 于是开始更加拼命地生活和工作 可这天她坐公交回家竟发生了事故 这时一只熟悉的手及时抓住了她 她转头看竟然是灭亡再次出现 女孩瞬间愣在原地 灭亡告诉她神明被他们的爱情感动所以放她回来 但她现在已经失去神力变成了人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一起生活然后一起死去 女孩紧紧抱着灭亡怕她再次消失 然后给她做了自己最拿手的美食 第二天女孩带灭亡参加家庭聚会 正式向家人介绍了自己的男朋友 这时姨父让灭亡跟自己出来 语重心长地嘱咐她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 然后女孩又带着灭亡跟朋友吃饭 她想让灭亡认识更多的人类朋友 并深情地看着灭亡说 这次就换我来守护你吧 随后两人漫步在星空下 对着流星再次许下了彼此真正的愿望 我们都期待着天降神明带来好运 却往往忽略了时刻陪在身边的另一半 他们虽然平凡 但他们才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守护神 我们都期待了吗 我们都期待了